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徽章 是一个小兔子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展厅呢就是十年磨一剑大国匠心人物影像展 在这里呢也展出了63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匠心人物故事 他们有来自抗议航天科技环保扶贫等领域的 既有工程院院士也有抗议中的重症监护医生 当然也有一些老一辈的开拓者 今天来看这个展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觉得就是我很敬佩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那这里面有没有你很想成为的人的目标 有啊 叫做增益的人 因为他说他用一生时间跟病毒较劲 他为了我们预防新冠 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首善家峰这个展厅 社会的运作它其实离不开每一户小家的精细的运转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30多幅来自北京市的书法家训作品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叫做家国 小朋友们通过中国话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家方的感悟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写了什么 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我妈妈 爸爸 我可爱的家 欢乐的一家 还有这个 以爱为根 温暖他人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厅呢是五星出东方 和田历史文物展 在这个展厅中它汇聚了来自8个博物馆的220余件文物 你可以通过这些文物去回望和田的历史文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物呢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你依稀可以去辨别出它上面写的是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展厅它的名字的一个由来 我们下面来到的这个展厅啊听名字就非常的有智慧 叫做这下不得不思考 在这边春节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抑制游戏 如果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儿的话 也非常推荐来这里一起开动最强大脑 现在呢我们要在这下不得不思考展厅拜访几位建筑大师 来看看 孩子们现在正在搭的呢叫做悬链线拱门 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支撑 纯靠力学来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一起看看孩子们会搭成什么样子吧 其实悬链线拱门在生活中你也可以发现 比如说像教堂或者是车站的这样的一个顶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项目叫做静井 看我现在拿了一根小木棍 然后把木棍垂直的放在静井中 好它会形成一个多面体 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来展示完成不同的多面体的形状 如果在春节期间没有办法来到中华智力游戏加年华的朋友们 也可以选择来到地下一层的治愈基地 在这边呢有上百种的传统一只玩具 在治愈基地呢有板环锁香艺术这六大板块内容 这个术啊指的就是术读 除了我们之前比较常见的一些数字型的术读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新玩法 比如说像这种可以在桌面上玩的叫做摩天楼术读 你看这边看上去呢就有三栋楼 那它要求的也是三 这就代表我们成功了 每一行每一列都要满足它的要求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到的展厅以外呢 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记 还有像造化天宫 圆明印象 皇家游礼文创设计展 等一些展厅再展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转课体验中心 在这里春节期间也有一些活动 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些小朋友在转课了 我们看看他们课了什么 哈喽你好 你好姐姐 你现在在课的是什么 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2023年是一个兔年 我课的是一个关于兔子的销行 我爷爷呢酷爱书法 所以我想把这个销行印的兔子 作为贤章送给爷爷 也祝他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除了我们今天介绍到的一些展览之外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中华世纪谈区 逛一逛新春文化市集 再包括飞移体验活动 我们都是有非常多种多样的一些过年的 都可以去进行体验的